行政長官的選舉所謂有沒有篩選提名機制的門檻是怎樣 四個界別都有一定的提名是應該的 制度上 你看美國的初選 你都要逐個州去打木人行 你是要面對全社會的 其實如果是這樣 唐英連也未必能得到四個界別 不實際的 也有人說無論如何你一定確保 泛民那些女人應該入一個 來等又競爭 其實也不需要擔心 你看何俊仁的支持度得比較低 另外立法會選舉當然最大問題是怎樣處理功能組別 當然牽涉很多利益 也牽涉特區政府 大家都知道特區政府的事實 它是靠功能組別最穩固的支持 沒有了它真的難以管治 這些全部都是要 不可以將西方的制度搬來香港 一定要一個配合港情和基本化機制 我們下屆要研究吧